文术少年商学院新媒体部作为导演处女作,黄博一出好戏,考了个不错的分数。 黄博说这出好戏从想拍到构思,在到拍摄和完成前后用了八年,有的导演这样说是套路。 而对了解黄博成长和成长经历的人来说,他着实是一路寒山,从默默无闻的歌手舞者到高级群演,从配角到金马甲影帝再到导演,黄博到写写间,虽然结局圆满,当然他认为现在对自己来说只是开始,一出好戏海报回顾黄博过往的经历,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身上有故与众不同的韧劲,可以用时下流行的建议力Grate来概括,下着长期的目标,坚持自己的激情,即便已经失败,依然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。 黄博的建议力,从积极心理学和成长性思维的视角来看,包括三个特点如品质,刻意练习,懂得分寸,以中为实,刻意练习著名心理学家 艾利克森,再是刻意练习法则的原创者,我们曾和大家分享古刻意练习的七个原则,他在研究了一系列行业或领域中的专家及人物后发现,刻意练习是提高技能和能力的有效方法, 他有着定义明确的特定的小目标,是希望基小胜为大胜,击亏不一致千里,最终达到长期目标,在黄博身上,我看到了刻意练习这种品质, 每一次拍戏,黄博都在追求更好的表演,2009年,明浩邀请黄博出演《无人屈的汉肥》,开始的半个月,这个角色大段的戏已经结束了,黄博用简单几个动作,几句台词,活灵活现的展现了《汉肥的凶狠》,电影《无人屈》中,饰演汉肥的黄博,然后,黄博接下来发现自己 全是角色的方式错了,要换种方式表演才行,他就跑去找导演要求重拍,但重拍很麻烦,要花钱重新布景,费时费力,一开始导演不肯答应,黄博就不停的招导演说, 最终,导演被说服,重拍了前半个月的戏,重拍意味着要重新布景,还需要其他演员的配合童年,黄博还接拍了《斗牛》,饰演破落不牛二,为了拍好一段在山上奔跑的戏,他在满十岁十块的山路上狂奔,一口气冲上山顶,一拍就是三十多条,整场戏下来,他跑坏了三十七双鞋,还累到兔了, 在采访中,黄博也很严斗牛是他拍戏,以来最苦的一部作品,基本上,我觉得这个戏,可能一般演员完成不了,因为吃了各种苦,肉体上,精神上,有几次面临崩溃,破落苦牛二和牛,之后,黄博又陆续揭拍了西游强模片,亲爱的,《行画路放》,《行龙爵》,《冰之下》等不同系录的电影, 通过不断的练习,来提高自己的演技,妥宽自己的戏路,在某次采访中,黄博表示,离开电影圈,一段时间再回来,可能是因为有了危机感,因为演技有时候也挺害人的,它会让你的表演,渐渐失去乐趣, 所以我就想停下来,做一些不同的尝试,正是这种坚持刻意练习的品格,让黄博斩获了多个影帝奖杯,获得第二世界上海国际电影节, 金决影帝的黄博懂得分寸,懂得分寸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,黄博尚运用自己的心理章护则情绪,恰到好处的处理人际关系,黄博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强, 一个至今给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,自他凭借斗牛中牛爱这个角色,拿下46届金马奖影帝之后, 他就成了金马常客,后来还直接当了金马奖颁奖主持,但是挑战随之而来,在五十阶金马奖颁奖时, 搭当郑玉琳突然问,你为什么穿得这么随意,不像台下的刘德华,梁朝伟,成龙一样盛装出席, 面对郑玉琳的调侃,黄博得体的回击,因为他们是客人,客人到别人家里,当然要穿得隆重一点, 这几年我一直在金马奖,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,回到家里穿什么,回到家,一定要穿得舒服一点, 话音刚落,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正与您调侃黄博的穿着随意但尴尬在于, 一口才著称的蔡康永立刻板博,这里是我家,不是你家,这时候,不管黄博是顺着说,还是直接板博,都不合适, 他刚好看到蔡康永身上的斑马装,灵机一动,巧妙的运用以退文件的方法,先肯定蔡康永的说法在暗暗反击, 对,但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你还有一匹马,从来只看过人骑马,没看到过马七人, 今真是头一回见,身穿斑马装的蔡康永,黄博的分寸把握得很好,短短几句话,几维护了自己,还顺势调侃了蔡康永,保证现场气氛都和谐, 在2018年4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屏幕式上,黄博念错恶同丽娅的名字,一旁的王老强等人迅速纠正,黄博赶紧圆场,笑声台下开玩笑惯了, 随后,黄博在微博上再次和同丽娅道歉,能力有限,压力傻大,上台前还开玩笑,说,别想上一次一样再说错了,默默的把所有名字又念到了一遍, 结果,果真,把同丽娅的名字念成为通丽娅力,这事得多少顿饭才能摆平,这个道歉,不仅得到了同丽娅的谅解, 网友们还纷纷调侃她机智又可爱,黄博的分寸感已经深入骨髓,体现在她的一言一行之中,在极限挑战留守儿童的那一期中,黄博带着的女孩很喜欢跳舞,也很有天赋, 黄博得知后就经常赞扬她,鼓励她跳舞,罗志祥和黄博在鼓励女孩担当黄磊建议她资助女孩上舞蹈学阅时,黄博的表情很复杂,没有答应这个建议, 在后续的采访中,黄博表示,有一些东西是能给予的,但是有一些是给予不了的,神色复杂的黄博她认为,村子里很多人都习惯了这种生活, 如果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帮助,到时候还,子父母万一不同意呢? 再或者这个孩子因为自己的帮助,后续如果没有成材或者心理上面有了变化,那怎么和这家人交代,教育孩子还是很重大的, 所以不能随便答应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,随意侵犯别人的隐私,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帮助他人,可能会适得其反, 以中类史是蒂芬科维博士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,中提到的其中一个习惯就是以中类史,指的是在做任何事之前,都要先认情方向,黄博热爱演员这个工作,他认准了演员这个方向之后, 就一直坚持演戏并严格要求自己,遗史未中不但可以让黄博对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,而且不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误入歧途,白费功夫,热爱表演的黄博当年,黄博准备在表演行业发展时,想先好好学一下,就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,他考了三次,前两次没考上,最后一次考上了, 信的却是表演戏配音专业,他想着演员的台词功底也很重要,就去读了,毕业时,表现注重的黄博,得到了宝贵的留校名额,同一时间,他还收到了成都一部小成本电影的邀逸,但只是个配角,由于方向和时间的冲突,黄博只能而选一,最终,他还是坚持自己演员的梦想, 选择了去成都拍戏,那部电影就是让黄博一举成名的《疯狂的石头》,黄博在《疯狂的石头》中是演配着黑皮,周星驰,为了让黄博出演戏游翔摩片,曾经三顾茅庐,黄博认为周星驰塑造的孙悟空已经很完美,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, 所以周星驰,邀请他出演孙悟空时,他拒绝了,并对周星驰说,周先生你这个山太高了,我翻不过去,算了,黄博版孙悟空后来周星驰开始反问,那么,假如你来演,你会怎么演,聊到表演,黄博就很乐意,他分享了自己的思路之后,周星驰便说,好,那我们就按这个来试一试, 盛情邀请下,黄博不好拒绝,最后答应了出演,黄博不希望自己把这个角色演砸,对表演的高要求,让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,在电影里有个动作,黄博给了周星驰,不少于三十个的版本,不停地在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,周星驰表示,一个动作能演出这么多版本,不是每一个演员都可以做到的,最终,黄博不希望自己把这个角色演砸,对表演的高要求,让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,在电影里有个动作,在电影里有个动作,黄博给了周星驰,不少于三十个的版本,不停地在尝 黄博演绎了一个前所未见,独具特色的孙悟空,黄博始终监视演员这条道路,并严格要求自己,对于每个角色的塑造都精一求精,注重细节,真正的做到以中为实,重视孩子的建议力与抗错力,任何时候开始,都不算晚刻意练习,懂得分寸,以中为实,黄博拥有的这三个品格,诠释了建议力 这个时下流行的概念,这是由美国比西法尼亚大学,华裔教授Angela Duckworth,提出的,建议 第一,书以甚受欢迎,如果说黄博现在阶段性成功的话,我们可以把成功的方式之一,叫做黄博士成功,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,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后,在刻意练习和挫败中不断磨练自己,成为一个建议的人, 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,想拥有什么,就去追求什么,建议力比情商和智商都重要,黄博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家庭教育案例,父母在培养孩子建议力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,但我们常常会忽略孩子的兴趣,没有兴趣作为贤体,这样强压下的建议品质培养很有可能是假的, 孩子只不过是暂时屈服于外力,并没有真正的提高自己的坚毅力,一旦这个外力没了,反而会出现更大的反弹,我们容易进入一个思维误区,总是想孩子应该做什么,而忽略了孩子想要做什么,学冒术,学乐器,学英语,学画画, 几乎每一样都是父母在替孩子做选择,而从来没有真正问过孩子想学什么,也许有朋友会说,因为孩子还小不懂,学这些对他以后有帮助, 建议力Great,这正是建议力的作者Angela Duckworth,想要纠正大家的观点,建议并不是只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, 而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,遇到挑战却不放弃,建议力的乱生兄弟是抗错力,前不久我们的国际教育公开课,为什么顶级名校都热衷研究抗错力, 因为关乎正确的自尊教育,也和大家深入探讨过,今天的孩子,抗错力的培养与提升,是多么的重要和刻不容缓,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逆袭, 祝贺黄国的一出好戏,而我们也为越更多有梦想和人,有梦想的青少年,能够左手坚毅力,右手抗错力,在做自己的路上,越走越远,更加笃定和从容。